在魏武侯统治的前半段 由于有吴启等一众老臣的辅佐 魏国尚且能执行魏文侯的大政方针 当吴启愤而离开后 魏国的政策开始偏离了轨道 韩兆魏是三个新兴的国家 魏文侯在世的时候就清晰地意识到 只要三者齐心协力 就可以独霸中原 否则就会被各个击破 魏文侯在世时 能抑制彼此之间相互攻伐 魏文侯死后 三者齐心协力的局面 一点点被打破 公元前387年 赵列侯去世 赵国围绕君主位置展开了激烈争斗 争斗双方是赵列侯的儿子赵章与侄子赵朝 最终赵章获得了胜利 视为赵敬侯 赵朝为了自保逃到了魏国 并请求魏武侯出兵帮其重夺王位 魏武侯自视是三者之间的带头大哥 出面为赵朝撑腰 发兵攻打邯郸城 而赵国早就做好了防备 让魏国并没有讨得便宜 魏国此举惹怒了赵国 刚上台的赵敬侯 因为根基未稳 没有立马进行报复 而是一点点谋划势力扩张 公元前383年 赵国突然发兵攻打魏国 此时的魏国只是个小诸侯国 根本无法阻挡赵国的进攻 但魏国人意识到 韩赵魏之间出现了裂痕 于是紧急向魏国求援 魏武侯不想让赵国扩大地盘 于是出兵救援 并打败了入侵魏国的赵国人 败北的赵烈侯兵不甘心 次年再次进攻魏国 魏国健壮主动前去救援 不但大败赵军 还长驱直入拿下了赵国的河东之地 公元前381年 春风得意的魏武侯先发制人 主动联合魏国攻打赵国 欲将其一举拿下 关键时刻 赵烈侯派人到楚国颁救兵 楚国的参战让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 魏国担心自己的大后方被楚国偷袭 便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赵国则趁机反攻 不但打退了魏军 还拿下了魏国两座城池 赵魏两国交戊后 之前被魏国拿下的中山国伺机而动 由于中山国和魏国之间隔着赵国 此前赵魏关系亲密 魏国官员往来与中山国没有任何阻力 如今两国交戊 魏国和中山国之间的联系被切断 于是中山国伺机发动了复国运动 并成功摆脱了魏国的控制 此后 赵国趁中山国刚立国 局势卫稳之际 大举进犯中山国 掠夺了大量地盘 进一步扩张了自己的地盘 意气风发的赵国人 携带胜利之势 于公元前371年 相继打败了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齐国 正当赵国准备继续侵占齐国之时 魏国突然发兵来救 一举击退赵国 此时赵国才逐渐收敛 魏国虽然还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 但比起魏文侯时期相差甚远 尤其是失去中山国后 魏国的领袖地位逐渐被瓦解 然而 更不幸的事情还在后头 公元前370年 在魏26年的魏武侯突然病逝 去世前还未来的吉利太子 这直接导致了魏国出现了政治危机 魏武侯去世后 接班人有两个人选 一个是公子英 另一个是公子桓 两人是亲兄弟 这场争斗不仅是魏国的内政 也让其他国家看到了介入魏国的机会 内战爆发后 魏国大夫公孙齐辗转逃到了韩国 并得到韩义侯的礼遇 此时的韩国已经不是三家分进时的弹丸之地 经过上几辈的东征西讨 韩国成功灭掉了郑国 并把郑国所有地盘都据为己有 到了韩义侯时期 韩国已经能和赵魏两国并驾齐驱 公孙齐正是看中了韩国的军事潜力 才来到韩国寻求发展机会 公孙齐告诉韩义侯 说魏英控制着魏国大部分地盘 只要能趁机除掉魏英 就可以大破魏国 韩义侯听后认为是一个好机会 倘若能抓住 势必将韩国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不但能取代魏国的位置 还有称霸中原的机会 只是韩义侯虽有称雄之心 奈何实力与魏国相比相差甚远 于是他派人联络赵国 商讨一起趁机讨伐魏国 常年受魏国欺压的赵国 当即同意了韩义侯的请求 公元前369年 韩赵两国军队兵分两路 来夹击魏英的军队 双方在逐则展开了大决战 此役魏英军队被打得大败 这是自魏文侯以后 魏国遭遇的最大的败仗 魏英军队被韩赵军队死死包围 面临全军覆没的困境 可就在韩赵军队胜券在握之际 两国却突然撤军 成功让魏英解围 韩赵之所以撤军 是因为在处置魏英的问题上 发生了分歧 赵成侯认为 应该趁机杀掉魏英 然后逼迫魏国割地求和 趁机瓜分魏国 而韩义侯认为杀掉魏英 在道义上很难立足 此前韩赵两国受到了魏国诸多庇护 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 韩义侯提议把魏国一分为二 分别交给魏英和公子还统治 让魏国沦为二流国家 对于韩义侯的提议 赵成侯坚决反对 他必须得到魏国的土地才肯罢首 而韩义侯不想让赵国得逞 索性掉头打到回府 选择了撤军 赵成侯看韩义侯撤军 担心局势生变 被人抄了后路也下令撤军 本来一场能够改变历史走向的胜利 就这样结束了 起初魏英得知韩赵两国撤军后以为有诈 经过反复探查后 才确认两国确实撤军了 大难不死的魏英重整旗鼓 没过多久 便对公子缓发起了猛攻 最终杀死了公子缓 武力统一了魏国 魏英也成为新一任君主 是为魏惠王 魏惠王继位后 开始了修生养兮 作为传统的军事强国 只要给他一丝喘息之机 就能迅速恢复元气 恢复元气后 魏国对韩赵两国进行了报复 并多次击败对方的军队 表面上看 三进分裂为两大阵营 一为魏国 一为赵国与韩国 两方相互攻防 但是 三进又有一致的利益 特别是在对付西方秦国的问题上 毫不含糊 三个国家达成一种默契 三进内部争斗的同时 要一致对付秦国的入侵 面对越来越强大的秦国 倘若三进不能齐心 将被秦国各个击破 于是 历史上奇怪的一幕出现了 在往后几年时间里 三进两个阵营 对付秦国时一致出兵 打完秦国后 回来又继续相互杀法 上演了一出国家版的《相爱相杀》 公元前366年 魏惠王与韩义侯在宅阳会晤 商讨对付秦国的事宜 在打击秦国这件事上 双方合作 共同出兵 但是这支貌合神离的军队 在武都被秦军打败了 从秦国战场败退回来后 两国本应该修生养息 但魏国却调转枪头 派出大军讨伐韩国 韩国军队全力反抗 最终将魏国军队击退 欲望相争 渔翁得利 秦国看清了三晋之间的貌合神离 于是组织了一次大的功法 公元前364年 长驱直入杀入魏国 魏惠王自知凭借一己之力 很难抵挡秦国 于是向韩赵两国求救 赵承侯和韩义侯在大事上没有犯糊涂 果断出兵前往救援 三晋联军与秦军在石门展开了大决战 本以为是一场势军力敌的战争 但结局令人大跌眼镜 秦军大破三晋兵团 此一斩首超过六万人 一举奠定了秦军虎狼之师的地位 也让韩赵魏元气大伤 公元前363年 秦军直逼魏军设在黄河西岸的邵梁城 在上一年元气大伤的魏国 再次向赵国求救 赵承侯得到消息后 立马前去支援 并帮助魏国打退了前来进犯的秦军 面对魏国三番五次的求援 赵国的做法颇具意气 两者并肩作战多次后 本应该兵事前嫌 但就在赵国发兵救援少良称不久 魏国却恩将仇报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 一路势如破竹 直逼邯郸城 最终 赵国殊死抵抗才躲过一难 公元前362年 魏国再次对韩赵联军开战 开战原因不得而知 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 只是记录了此次战争的结果 魏军大败韩赵联军 并俘虏了赵国大将越作 魏惠王希望凭借此意的胜利 重新树立魏国中原领袖的地位 但魏惠王忽略了一点 魏军之所以能与秦军掰手腕 是建立在三境共同联合的基础上 如今 魏惠王把韩赵两国当作随意摆弄的玩物 需要的时候就去求援 不需要的时候就前去攻打 这让韩赵两国甚是恼怒 此后不久 秦宪公派兵再次攻打少良城 起初 魏军尚且能与秦军势军立敌 后来魏军逐渐处于下风 溃败一触即发 就在此时 魏惠王向韩赵两国搬救兵 并许诺此意过后三家重归于好 但韩赵两国拒绝出兵 魏军被秦军大败 少良城失守 此前从秦军手里夺取的樊旁城 也重新回到了秦军手中 在与魏国对峙的过程中 秦国逐渐占据了上风 少良城失守的消息传回魏国后 魏惠王大惊失色 为了抵御秦军进一步侵入 他命人在魏国西部修筑长城 然后又决定迁都 把魏国都城从安义迁到大梁 短期来看 迁都暂时避免了秦军威胁魏军的都城 但从长期来看 由于都城东迁 使得魏国西部的防线更加脆弱 更难以抵挡强大的秦史 事实证明 魏惠王这一举措是错误的 魏国迁都后不久 西部防线就被秦国突破 救都安义被秦军占领 魏惠王眼见西部防线已经溃败 于是把战略重心放到了中原一带 对秦国转攻为首 魏国的撤离 使得韩国彻底暴露在秦国血盆大口之下 公元前359年 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取得了大胜 次年又在西山战役中重创韩国军队 韩昭侯自知不是秦国的对手 便打起了魏国土地的主意 由于魏国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 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联系非常脆弱 韩昭侯想把魏国从中间一分为二 分成东西两个部分 然后趁势吞并魏国的西部 于是韩昭侯淡而走险 对魏国中部发动猛攻 夺取臀流 长子 聂等地 几乎把魏国拦腰截断 面对韩国的进攻 魏惠王先是和赵国达成了协议 让他们保持中立不动 然后又倾尽全力对付韩国 公元前357年 魏军扭转了局势 一举将韩国赶出了魏地 此后 赵国又卷入其中 上演了各种混战 这场中原混战 始于公元前369年 一直持续了12年 最终 韩昭侯三家 谁也没有胜者 在他们三家混战之际 齐国利用这个空档 实现了腾飞 带领齐国复兴的人是齐威王 公元前357年 齐桓公田武去世 需要注意的是 此齐桓公并非之前的公子小白 此时的齐国是田氏家族 而非之前的江氏家族 在田武统治齐国的18年里 相对来讲比较平静 对外来讲没有太大的功绩 但他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遗产 便是创建了纪夏学宫 纪夏学宫成为未来100多年里 齐国乃至整个中国最富活力的学术中心 在纪夏学宫100多年的历史中 曾迎来明家隐文、田八、儒家孟子、寻子、道家宋监 阴阳家邹炎、兵家孙斌、法家慎道等大师级的人物 齐桓公去世后 他的儿子田因齐继位 视为齐威王 齐威王一上台就任用名士邹继为相 邹继从见如流 引得天下名士纷纷投奔齐国 关于邹继劝谏齐威王的故事 想必大家在教科书中学过相应的文章 在此就不详细叙述 齐威王是齐国走向超级强国的关键人物 他不仅在政治上清明、从见如流 对人才也极其重视 齐国学术出现百家争名、百花齐放的盛况 卢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明家、法家、兵家等各流派都十分兴盛 特别是在辩世邹继出人意料的入主内阁后 更刺激诸多人才纷纷涌向齐国 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富活力的国家 他的全盛时代即将到来 力图向中原求得发展空间的魏绘王 更加关注这个有内涵的邻国 为了探查齐国的真正实力 魏绘王决心要亲自访问齐国 见识一下齐绘王 公元前355年 魏绘王正式访问齐国 作为执政多年的君主 在刚上台不久的齐绘王面前 他表现出了极度的自负与傲慢 两者见面后 魏绘王朝齐绘王炫耀 他说 魏国有直径一寸以上的宝珠石枚 能照亮前后12架马车 齐绘王说 齐国没有这样的宝贝 但他手下有一位大臣名为坛子 镇守南部边关 楚国人不敢进犯边界 四水流域一带的12个小国 都前来齐国朝建 另一名大臣名叫坟子 镇守西部高唐城 赵国人不敢到附近的河流里捕鱼 还有一名官吏名叫乾夫 镇守徐州 燕国 赵国 共有7000多户人家前来投奔 还有一位大臣名叫总守 负责击捕盗贼 维持治安 他治下的民众安居乐业 路不时宜 他这四位大臣的光辉 足以照耀千里之外 骑指硬辆12辆马车 听到齐威王这么一说 魏惠王不禁满面通红 心有残意 无言以对 这时 魏惠王已经上台15年 而齐威王仅仅两年 从胸襟与气度来看 魏惠王远远不及齐威王 事实上 魏国君主一代不如一代 他之所以还能够在中原呼风唤雨 完全是吃老本 魏惠王原本打算借着访问齐国的机会 给政治经验不足的齐威王 来一记下马威 最后能将齐国收为小弟 结果最后自己成了笑柄 魏惠王访问齐国之后 两国关系进入到蜜月期 往来与大梁与林兹之间的使节 逐渐多了起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 齐国使节带来了一位残疾人 这位残疾人后来为齐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的名字便是孙斌 他是战国时期兵家的代表人物 孙斌出生于齐国 在百家齐鸣时期 他开始迷恋上兵法 和他一同学习的还有一个人 名叫庞娟 关于孙斌和庞娟从尸鬼谷子一事 实际上是野史谬传 只是为了增添孙斌的传奇色彩 孙斌本身资质非常优秀 领悟能力极强 在兵法的见解上 要远远高于庞娟 对此 庞娟内心十分妒忌 只是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 后来两者分道扬镳 庞娟回到了魏国 孙斌则留在了齐国 当时正是魏国战事纷乱的时期 庞娟凭借过硬的军事本领 得到了重用 在与韩赵两国的战斗中 取得了不少胜利 庞娟除了军事本领过硬 在钻研政治方面也颇有心得 因此一路青云直上 成为了手握重兵的大将军 相比之下 孙斌在相对和平的齐国 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重视 但远在魏国的庞娟 一直放心不下孙斌 他自知孙斌的能力比他强太多 一旦让他把握机会 孙斌必然会脱颖而出 届时自己也会使孙斌的手下败驾 想到此处 庞娟整日夜不能寐 为了去除自己这块心病 庞娟打算除掉孙斌 为了设计把孙斌骗到魏国 庞娟派人给孙斌送信 说她在齐国没有发展机会 不如来魏国施展报复 孙斌对庞娟没有提防 于是欣然应语 当孙斌兴高采烈地来到魏国之后 迎接他的不是鲜花与掌声 而是牢狱之灾 庞娟随便罗知了一个罪名 将其打入大牢 并砍掉了他的双脚 关于庞娟为什么没杀孙斌的说法 有很多 这其中并未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但无论如何 庞娟留住了孙斌的性命 在庞娟的折磨下 孙斌变成了一个废人 只能靠双手撑地爬行 更没有人格和社会地位 一个学富武车 才高八斗的才俊 被折磨的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换作他人 可能早就一死了之 但强烈的复仇欲望 让孙斌选择了狗活 要想实现复仇 他就必须要离开魏国 否则万一哪天庞娟不高兴 就会杀了他 但双腿残废的他 除非有人帮助 否则根本没机会离开魏国 就在孙斌走投无路之际 魏国和齐国之间互派使节 让他看到了曙光 一次偶然的机会 孙斌向前来魏国访问的齐国使者 说了一番 自己对齐魏两国的军事形势分析 及兵法战略 起初齐国使者并未抱有多大期望 随着孙斌唯唯道来 齐使越听越震惊 发现面前的这位瘸子 是一位京士之才 当时的齐国官员 非常热衷于举荐人才 如果自己举荐的人才被任用 自己也能得到不少好处 孙斌的一番话 让齐使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他带离魏国 举荐给齐国 要想带孙斌离开魏国 就必须避开旁卷的耳目 在齐使的安排下 孙斌被藏在了 齐国使节的马车里 最终被带到了齐国 回国后 齐使把孙斌推荐给了 大将田记 田记是齐国大将 听完使节的介绍后 他决定见一见孙斌 后来被孙斌的见识和谋略 深深蛰伏 并把他奉为座上宾 孙斌第一次在田记面前 崭露头角 是帮助田记赢得了赛马 他让田记用自己的下等马 和对方的上等马赛跑 然后用上等马 和对方的中等马赛跑 最后用中等马 和对方的下等马赛跑 最终取得三局两胜 这便是有名的田记赛马 想必大家对这个故事 已经非常熟悉 在此就不详细讲述 虽然这只是一场赛马 但足以见出 孙斌非凡的智慧与谋略 出于为国家着想考虑 田记便把孙斌 推荐给了齐威王 此后不久 齐威王照孙斌进攻 与之谈论兵法 孙斌首次见到齐威王 便侃侃而谈 将自己精妙见解 悉数说给齐威王听 在当时的齐国 儒家是众人追求的显学 但儒家鼓吹任意无敌 避而不谈武力 针对这一点 孙斌说 三皇五帝 这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他们也要用武力手段 来治理国家 现在有一群人 道德才能都不及先贤 却鼓吹人意无敌 这种观点是很危险的 孙斌在军事理论上 比孙武 吴启又有许多创新 齐威王听了后非常佩服 以老师之理对待他 就在齐威王养精蓄锐 力精图治的同时 魏惠王却一直做着 中原霸主的美梦 在他访问齐国后不久 赵国趁机向魏国发难 魏惠王认为 赵国此举是在向他挑衅 于是当即点兵十万 以旁娟为三军统帅 同时纠集了宋国 魏国两国军队 直逼赵国国都 邯郸城 毫发无损 于是齐国大夫断甘伦提出了一个策略 他说齐国的打击对象并不是赵国境内的魏军 而是向南进攻魏国境内的相邻 魏军为了回来防守 必然会速战速决和赵军拼命厮杀 双方都会被消耗 届时即便魏军胜利 但已经是疲惫之时 齐国可以以一代劳重创魏军 这样能同时消耗赵魏两国 还能防止赵国落入魏国之手 齐威王听完断甘伦的计策后 直呼高明 就在魏军大举进攻赵国之时 西部的虎狼之师秦国并未选择隔岸观火 他们打算从中捞去好处 由于此次魏国精锐悉数进入赵国 使得西线防守更加脆弱 于是秦国果断出击 在河西大败魏军斩首超过七千 此时的魏军不能两线作战 只能进行取舍 最终魏军选择放弃邵梁城 将精力全部投入到伐赵之战中 在西线屡屡得手的秦军并不满足于此 他们要利用此机会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夺取邵梁重镇后 秦军在公孙壮的率领下 进攻韩国一路向东 占领上基、安陵、山市 并且在占领区铸城 这样 秦人的势力如同一把尖锐的蝎子 插入韩国与魏国的交界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 魏惠王仍然坚持攻打赵国的政策 他打算全力拿下邯郸后 再掉头与秦国决议死战 为了尽快结束东线战斗 魏惠王下令全力攻城 此时的邯郸城已经独目难知 万分危急之时 齐国启动了唯卫救赵的计划 公元前353年 齐威王委任田济为主将 孙殡为军师 率领大军直奔魏国 而齐军行至一半时 田济想改变既定策略 因为田济对断甘伦为魏救赵的策略 并未完全领会透 他想不明白 明明赵国首都邯郸告急 不派兵到邯郸救援 反而去进攻毫不相干的相邻 在战国时期 领军将军的权力很大 军中一切事情都是大将军说了算 就在田济准备掉头奔赴邯时 孙殡果断制止了他 他告诉田济 要揭开杂乱纠纷 得用巧劲而不能蛮干 如今魏赵相攻 魏国精锐部队必定都被调往国外 国内剩下的定是老弱残兵 如果不想去攻打相邻 那就率领大军直奔魏国首都大梁 占据他的交通要道 控制其空虚之处 到时魏国必定要放弃赵国而自保 这么一来 既可以解赵国之为 又可以挫败魏国的锋芒 实现一举两得 经过孙殡这样一说 田济总算明白了 田济听从了孙殡的建议 下令其师大举入位 齐国突如其来的一击 确实令魏国人手忙脚乱 在桂林一役中魏军失利 齐国的参战 令跟随魏国出征的宋国 魏国立场开始动摇了 宋魏两国经过一番权衡后 最终抛弃了魏国 投入了齐国怀抱 按照齐国的预设 魏国的国都受到威胁 应该及时后撤救援才对 但魏惠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非但没有立即从邯郸撤兵 反而加大了攻击力度 齐国与楚国在背后偷家 似乎并未动摇魏国拿下邯郸的决心 当年十月 十万魏军孤注一掷 对邯郸发起了总攻 最终将其拿下 但在邯郸城沦陷之前 赵成侯已经率人提前离开 而且城内的守军并未选择投降 而是继续与魏军周旋 齐国的唯卫救赵策略 实际上并未帮助赵国解围 不过这也是齐国希望看到的 通过魏国之手 成功削弱了赵国的兵力 接下来齐国要做的 就是通过一场大战来削弱魏国 拿下赵国后 魏国回撤了一小部分兵力 前去支援大梁城 而此时的旁娟 也挽起了避时就须的策略 他重新集结了八万大军 直奔魏国而去 因为魏国已经倒戈于齐国 旁娟此计就是逼迫田记 前去救援 对此田记迟疑不决 孙斌则给出了决断 他告诉田记 旁娟攻打魏国 已经占据实际上的优势 如果从魏国撤兵前去支援魏国 就会正中旁娟的下怀 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显然 当前回撤救助魏国 并不是上等方案 既然不去救援魏国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对此 孙斌也给出了方案 孙斌提议 此时应该攻打魏国东部的 军事重镇平陵 平陵的南边是宋国 北边是魏国 这样的地理位置 对进攻一方非常不利 很容易被截断梁道 孙斌告诉田记 他们要装作对此一无所知 将欲取之 必先于之 他们要先给魏国一些甜头 才能把他们的主力吸引过来 以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 经过孙斌一番解释 田记完全表示同意 立马调兵潜将率领八万大军直奔平陵 骑师到达平陵后 驻扎在环图的魏军 准备从背后夹击骑师 孙斌让田记调动骑城 高唐两地的骑国军队进攻平陵 田记的部队保持暗兵不动 任由高唐 骑城的骑军被魏军消灭 孙斌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让旁娟中计 如果只是诈败 旁军肯定不会中计 只有付出一定的代价 才能让旁娟相信打消疑虑 按照孙斌的计划 高唐骑城两地的骑军在魏军的夹击下 死伤惨重 孙斌知道 旁军是一位用兵谨慎的人 但任何人都有弱点 孙斌同样还知道 旁娟的功力心特别强 倘若能给他扬名立万的机会 他必然会放弃攻打魏国 于是 孙斌让田记派出一部分部队 连夜奔袭 进攻魏国首都大梁 孙斌告诉田记 大梁城是魏国首都 救援首都要比进攻魏国的功劳要大 旁娟一定会选择后者 而且 齐军在平陵之战中的惨败 一定会让旁娟掉以轻心 果不其然 旁娟判断 齐军在平陵遭到重创后 已是强弩之末 他迫不及待地从魏国抽身 想要抢下救援大梁第一攻 旁娟一路上不断击溃齐国的小谷部队 这些部队对魏军完全构不成威胁 他断定齐军已经基本溃败了 于是丢掉自重 青庄上阵昼夜兼程奔向大梁城 这一切都在孙斌的预料当中 孙斌把齐军主力部队 安排在旁娟回撤的必经之地 桂陵 当旁娟的部队进入桂陵后 忽然周围呐喊声四起 齐国的伏兵从四面八方杀出 占据地形之力 把魏军团团包围 在孙斌的指挥下 魏军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连旁娟都未能幸免 最终成了齐军的俘虏 旁娟的失败彻底打乱了魏惠王的计划 为了寻求自保 魏惠王派人到韩国搬救兵 请求韩昭侯出兵相助 公元前352年 韩国正式出兵相助 齐军此前虽然取得了桂陵战争的胜利 但自身损失也很大 面对士气饱满的韩国军团 齐军在相邻被韩国军队打败 韩国的参战 让战争局势更加复杂 齐威王考虑到齐军劳实远征 将士们都疲惫不堪 于是派人和魏国和谈 魏惠王也借泼下驴 答应了齐国的求和 此前被俘的旁娟也顺利回到了魏国 回国后的旁娟依然深得魏惠王的信任 在军界的地位并未动摇 齐未交兵 秦国再次成为获利者 他们趁势进攻魏国河东 并拿下了安逸 公元前351年 秦国人再次出击 攻取魏国的顾阳 同时进攻赵国的另地 面对秦国人无休止的进攻 魏惠王与赵成侯都意识到 魏照两国这样消耗下去 最终只能是秦国人得利 为此 魏惠王提出把邯郸城归还给赵国 同时赵国与魏国结盟 实际上是屈居魏国之下 赵成侯深知不能把国家的希望 寄托在齐国、楚国身上 也无法在两条战线上 同时与魏国、秦国开战 于是双方达成和解 魏照战争宣告结束 后来在魏惠王的周旋下 韩照魏三国又重新结盟 重归于好的三晋 准备联手对付秦国 公元前344年 魏惠王把目光投向河西 尽管在连年战争中损失不少军队 但魏国还拥有一个 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拥有众多的附庸国 除了赵、韩两大强国之外 还有四上十二个小诸侯 凭借这个得天独厚的资源 魏惠王仍然有把握在西县与秦国再决雌雄 因而 他以朝天子为名 纠集了众多小诸侯国 打着尊王的旗帜 准备收复河西重镇少梁城 秦孝公得知 魏国率领十几路诸侯前来征讨时 内心十分没底 后来 商鞅给秦孝公出了一个主意 他让秦国给魏惠王献上王的称号 实际上 此时的魏惠王仍未称王 应当被称为魏侯 便于叙述的顺畅性 我们依然称呼他为魏惠王 魏惠王比较浩大喜功 得知秦国主动往他脸上贴金时 便欣然同意了 并解散了十几路诸侯国的联军 放弃了围攻秦国 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 中国就是中原 像秦国是处于边缘的诸侯国 因为文化落后 一直被中原人瞧不起 打败秦国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秦国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魏惠王也想罚秦 但是除了罚秦之外 魏国还有其他选择 就如这些年频频出击 从燕国、楚国都捞到不少世地 可以弥补西线被秦国所占之地 在秦国的迷惑下 魏惠王自命为夏王 意思是华夏之王 自立为王之后 魏惠王召集了诸多小诸侯国相会于冯泽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王威 在众人的阿谀奉承下 此时的魏惠王觉得自己真的是华夏之主 殊不知 这是秦国给他下的圈套 而在秦国背后出谋划策的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 商鞅通过诱导魏惠王自立为王 巧妙地化解了魏秦之间的战争 同时让其他诸侯国对魏国产生了不满 除了秦国高声附和 楚燕、齐寒赵等大诸侯国 对此都是嗤之以鼻 这是魏惠王的战略失误 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同时也低估了秦国的狼子野心 此次逢责之会 韩昭侯没有前来祝贺 让魏惠王颇为不满 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于是公元前344年 魏惠王再次出兵攻打韩国 此次魏军挂帅出征的仍是庞涓 为了一雪前耻 报答魏惠王的知遇之恩 庞涓攻打韩国的时候格外卖力 在强大的魏军面前 韩昭侯选择向齐国求援 面对韩国的求援 齐威王拿不定主意 便召集众臣前来商讨 对于出兵远韩 大家意见不一致 最后 齐威王妄想孙并 这是他最信任的谋臣 孙并说 此次魏军来势汹汹 想一举吞并韩国 倘若现在就出兵 就相当于提韩国打仗 反倒成了听命于韩国 如果等到韩国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再出兵 既可以让韩国感激涕零 也可以趁魏国疲惫不堪之际将其击败 如此一来 名利双收 孙并一阵见血地分析 让齐威王大开眼界 他毫不吝啬地夸赞孙并 当场表示按孙并的方案执行 于是 齐威王告诉韩昭侯的使者 表示愿意出兵相助 但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 让他们一定要顶住 得到承诺的韩昭侯 开始主动出击和卫军正面硬杠 旁娟在孙并面前不是对手 但在其他人面前可谓是一枝独秀 在旁娟的指挥下 魏军连战连结 韩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仍不见齐军前来相助的迹象 无奈之下 韩昭侯选择向齐国称臣 以此来请求齐国早日发兵 孙并见十击已到 便请求齐威王下令远征 齐威王委任田济为主将 孙并为军师 率领十万兵马再次远征 公元前342年 齐国远征军大举出动 这次远韩的战略 与上次救赵的战略如出一辙 并不直接救援韩国 而是进攻魏国 兵封直指大梁城 魏惠王得知齐国大举出动的消息后 任命太子魏申为统帅 全面指挥对齐国的战斗 同时让旁娟回撤到魏国境内 准备迎战齐国的大军 上次失败后 旁娟并没有痛定思痛 他认为自己的失败纯属意外 长期以来 魏国对齐国保持着天然的优越感 心底里瞧不起齐国 这种心态又让孙并看到了机会 打算用敌人的麻痹大意来诱导他们 为了引诱旁娟上钩 孙并设计了一个 世界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计谋 这个计谋是孙并首创 是他根据旁娟的性格弱点设计出来的 齐军进入魏国后 便安营扎寨 在地上挖起了十万炉灶 此举是为了向魏国传递一个信息 暗示齐国军队实力雄厚 光做饭的炉灶就有十万个 军队人数远远不止十万人 旁娟不敢疏忽大意 他的大军在后面尾随 但保持着安全距离 同时派人密切监视齐军的洞下 孙并见状 微微一笑 第二天 他命人减少炉灶的数量 在地上挖五万炉灶即可 到了第三天 他又下令挖三万炉灶 孙并知道 旁娟是个谨慎小心的人 非常善于观察细节 别人根本不会在乎炉灶的数量 旁娟则十分注意 这种不起眼的蛛丝马迹 而孙并就是故意做出这种细节 以此来迷惑旁娟 旁娟看着齐军的炉灶 一天天减少 心里暗息 不断减少的炉灶 说明齐军一路走一路逃 从炉灶减少的数量来看 齐军起码跑了三分之二 旁娟觉得 即便孙并的计谋再高 也有露出破绽的时候 而他要做的就是抓住破绽 一举拿下孙并 上一次失败只是运气欠佳 这次一定要大败骑士 一雪前耻 为了安全起见 旁娟把自己的判断 在脑海中过了无数遍 没有发现逻辑上的错误 所有的细节都证明 他的判断是真的 殊不知 他已经被复仇的情绪所主导 失去了理性思考和谨慎小心 为了不让孙并逃跑 他亲自率领轻骑兵 带着少量粮草 马不停蹄地追赶 试图全歼齐军 孙并之所以如此了解旁娟 源于他对人性的洞察 两人在求学期间 在诸多军事问题上进行探讨 并做过大量的军事推演 孙并通过旁娟的举动 深深摸透了他的性格 孙并将大军驻扎在马陵等候旁娟 这里的地形非常适合打伏击战 在马陵道路中央 有一棵大树 孙并命人在上面刻字 写上旁娟死于此树下 然后在两侧布下伏兵 并吩咐将士 只要看见有火把燃起 就万箭齐发 当旁娟的轻骑部队赶来马陵之时 夜色已黑 前方探子来报 说马陵中央的大树上写着一些字 旁娟听后 立马命人取火把上前查看 当他看清树上的文字后 埋伏在两边的骑军 见火把亮起 瞬间万箭齐发 身处黑暗中的卫军乱作一团 死伤十分严重 此时的旁娟才知道 自己已经中计 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 要么投降 要么自杀 旁娟之前已经被俘虏过一次 万分不甘的他 最终选择了自杀 在与孙并的两次斗法中 旁娟再次败下阵来 并为此付出了生命 纵观此次决斗 孙并不急不躁 从谋局到收尾 环环相扣 每个步骤都是根据旁娟的弱点精心设计 在这种谋略大师手里 克服不了性格弱点的旁娟 没有任何胜算 灭掉旁娟后 孙并率兵直指卫国大梁 本以为会有一场空前的大战 但前线统帅太子魏绅却临时生变 因为他身边的谋臣告诉他 如果此意打赢了 身为太子的他并不能平天富贵 如果打输了 就有可能被罢处 这个想法 与太子魏绅的担忧不谋而合 不过 魏绅想撤兵也并不容易 虽然打胜仗对魏绅没有多少好处 但对于跟随魏绅出征 并想以此建功立业的人 可以凭借此次战争扬名立万 因此 对于魏绅的撤退命令 下面的将士表示坚决的反对 魏绅无奈之下 只得硬着头皮和齐军作战 但主帅已经无心恋战 最后的结局也可想而知 此意的结局 以齐国的大胜而告终 魏军则兵败如山倒 太子魏绅在战场上兵败被俘 十万精兵灰飞烟灭 魏绅不仅被俘虏 而且最终死于齐人之手 至于魏绅是如何死的 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录 也许是被俘后伤重而死 也有可能被齐军处决 马陵之战 使魏国遭遇到 立国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而齐国则取得了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胜利 这既是魏国胜衰的分水岭 又是齐国迈向 超级强国的标志性事件 同时 他还成就了一段 孙斌与旁娟斗法的传奇故事 在春秋战国时期 有诸多类似的复仇故事 他不但反映出 春秋时期诸侯们的性格 也不断推升权谋斗争的水平 孙斌在遭到陷害后 凭借坚韧不拔之志 和超乎寻常的谋略 不但成功报仇血恨 也为齐国的崛起 铲平了障碍 如今再次回顾这段历史 仍然会让人顿觉 热血沸腾 快意安愁